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音量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音量华尔街 那今天这盘呢 目前看起来就说没什么跌 但是呢 这个追加意愿 现在看起来是相对的一个薄弱 我想今天这个很多人在看盘的时候 觉得这个盘很无聊 这个很多题材 都没什么反应 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说在 第一季财报出来之后的一些现象 因为 今年在第一季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些做梦的一个想法 因为去年来讲的话 这个指数跌了很多 所以到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认为说 是不是也跌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预估 美国的这个升息步调会开始 慢慢的缓和下来的情况之下 对于后面呢 他们认为说有些股票跌太深了 那就会开始怎么样逢低做个买进 逢低买进过后呢 当然会想说 今年会有一些转机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把后面可能会想的比较好 所以第一季就大量的买股票 买了一段时间之后 遇到什么遇到了第一季财报出来 那大家就吓了一大跳 因为很多第一季的这个获利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股价呢却已经涨翻天了 这个就必须就必须要怎么样 出现一个修正的一个情况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像4967的十全 十全这个股价呢 其实从第一季以来 你可以发现从二月开始做发动 一路上来 从30块出头一路涨涨到80几块 对不对 这涨了两倍多 两倍多之后啊为什么最近回比较深 因为出来的第一季的这个整个财报来看呢 他只没有赚钱嘛 他还是赔了0.54元 所以当然大家会吓一大跳 不是说今年会很好吗 那为什么第一季还是赔钱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会对股价短线形成一些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在季报公布的时候 很多股票呢 大家都不太敢买 因为要先让这一些 做梦题材的股票 稍微呢冷却一下 冷却一下之后 他后面呢还会反应什么 反应就是说接下来可能看 第3季或第4季比较好的这个部分 才开始重新的 让买盘重新回笼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第2季目前的5月份 我们都遇到这个状况 因为5月15号公布了所有的季报 季报出来之后呢 很多这个已经股价涨很多 可是财报跟不上来的 他势必要怎么样 要做一个回档修正嘛 合不合理合理啊 所以第2季目前看起来 呈现一个先蹲的 态势 但是你说蹲完之后 后面会不会涨 我想后面还是会涨 为什么因为到了第3季 就是大家今年在第1季就看到第3季的东西了嘛 靠第3季下半年会做复苏 所以下半年真的开始复苏的时候股价跌升了 那很多股票呢 他会又迎来新一波的一个涨势 所以第2季目前看起来大部分会先蹲 到第3季来讲的话呢 蹲过的第3季来讲 他就比较容易会涨 所以在第2季过程里面因为现在已经5月15号了 那等于说已经过了大概 一季半 那 很快的会到了6月底 那6月底其实过了之后呢 这慢慢开始 进入到7月之后 市场的一个状况 产业状况就很明朗 就说 原本看第3季会付出的东西有没有真的付出 有真的付出那股价呢就会比较容易反应上来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在 季中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好多资金开始撤出来 他就在观望嘛 观望你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对不对 不是很好我先观望一下 后面他会怎么走 那随着 股价 慢慢逐底之后靠近了所谓的6月底 之后呢 他发现不跌了不跌之后呢他会开始 在6月底这个地方针对有一些 做梦题材的股票他又会把它买回来 所以目前大致上来看的话 情况就是如此就是 第2季 可能会先跌先蹲 然后到第3季呢 会开始整个产业做复苏 那股价呢会开始重新的 往上 做一波的攻击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讲的在 选股上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 特别特别的一个小心 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就说 你要找到是 真的还有机会的股票 在第2季这个里面第2季的下半场 下半场选股难度我坦白跟各位讲 绝对会提升 提升的同时你要去里面去精选出真的 就说我现在第2季其实表现不差 第三季会更好甚至第4季会更好的股票 这个才是大家接下来所要注意的 标的嘛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目前看起来是落在哪里 我跟各位讲绝对是在 政策能源的概念股上 对不对 或是政策相关的生计股上 一定是在政策 政策的概念这个地方因为 唯有政策题材的股票 他不受到 整个 电子产业 库存过高的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像电力有没有什么库存过高问题没有啊电力下就是要拼命要做了 好 因为欧盟很快在2025年 这个探关税就要开始实行了 所以在你之后如果说要卖东西到欧洲市场的话 他就看你什么 探权交易的部分嘛 所以台积电现在就买了一大堆绿电 可台湾绿电不够嘛 所以几乎 大概有九成就是台积电扫光的 那能够在 流通到市场上来讲的话都是 少数啊 那怎么办 中小企业要不要活要活啊你不能够只有台积电可以活嘛 对不对那中小企业要不要买绿电要啊 所以呢政策上制定就说 明年开始经济部就会保证说有些双方型企业 就可以买到什么 大概底价4.3块绿电 那不会真的4.3块买到啦他可能就是 标一标之后可能变5块6块但是呢也比 下一些绿电便宜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绿电来讲的话商机呢明年 还会持续的蓬勃发展 所以这个我讲他是一个长线题材 所以在华城的部分我讲了 去年年底就告诉大家 有没有我说小心这一档长线会标一倍 对不对 那当时12月27号跟各位讲的时候 华城在哪里在很低档吗 对四五十块而已 那下去涨上来 好那这两天这几天拉回来有没有拉完你看我的节目 在拉回过程里面我讲这是这是你新的机会 对不对所以你要出手吗 会朋友对不对 你有接到我讯息的没请你出手 出手之后连续拉两根上来有没有你要做短线加差这个就可以获利了吧 都我意思吗 这边跌到95附近 对不对阿今天拉上来最高多少 108 5 短短几天你要做短线加差各位这十几块十几块的空间 一样可以赚钱吗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在跌但是为什么华城跌下又马上涨上来 就说 我刚所讲的 他的题材他的整个产业 他是比较偏向所谓的政策面 政策面我就没有什么库存的干扰 现在拿什么库存问题我现在台电就是要用很多绿电啊 我就是要很多电力嘛 你要赶快做啊赶快交货啊 对不对 在将政府政策的推动的情况之下 他后面的陆陆续就很多利多嘛 是不是如此 所以你现在第二季的操作我讲要找这种 干扰度 比较少的 未来有机会的 因为现阶段大家都怕 第2季不好 那台积电也讲了 这个整个状况到第3季才有机会做改善嘛 所以很多股票变得说现在的财报一出来 不是很理想股价很容易打到跌停板像这个系列KY 曾经的 前金概念股 因为后面股票分割 下来中的你看今天股票破底 390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第一季的整个财报出来 300多块钱的股票赚多少 他只有赚 赚不到一块吧 对不对 第一季 EPS有0.57 所以股价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 被迫要做一个修正 这是我讲的第一季大家把 今年的这整个 产业 一开始都觉得 会开始复苏想得太好 因为去年很惨嘛 所以一上来的时候 你要让股价上去一定要编织一些梦 就会都跟你讲说下半年会怎么样所以他上半年很多股票反应什么反应下半年真的会动 那股价涨上来之后呢 他就遇到第一季季报的问题 所以第一季季报很差 那股价怎么样 就会马上做个修正 但我相信跌完之后呢 他还是会去反应后面的事情 所以跌完之后 他才会有新的一段 所以大致上来讲就是第二季 季报公布之后很多股票先蹲 蹲完之后后面才会再上 所以你现在这个第一阶段来讲的话 你要掌握到一些步调 就说你尽量要去找就说有题材的个股上去走 或者他现在营收真的有开始上来的股票他就会不太一样 像什么像我跟大家讲的建计一样嘛 建计我在今年一样年初 第一季跟各位预估 我说这家公司的接下来呢会让你大专报的美人归 对不对 在2月17号的时候 那当时股价呢你发现在很低的位置 股价呢 这个才才多少钱才50几块出头吗 有没有 现在你回头看看八几块了 这是我讲的就说他今年的业绩是上来的吗 你的确看到你他他的整个四月份的营收 跟第一季的这个获利状况 第一季 EPS 0.74去年上半年1.37嘛 对不对 那整个 营收你看到四月份年增300% 这是增加嘛所以他营收是上来的所以 为什么这波跌下来情况之下 他的股价比较不容易跌 因为他的梦 是有延续的他不受到所谓这个第2季先跌第3季的影响 第3季看涨的影响 因为他的他的营收是真的跟上的 你很多股票为什么会跌 就是 他现在的整个营收跟 获利状况他没有办法跟上前面股价的一个涨势嘛 所以他就必须要回 回完之后呢 如果后面营收冲上来那自然然股价就有机会再上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你就要去选什么 找这种 营收 有机会的 整个基本产业面不受到目前的整个库存去化的影响 这样子股票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所以建计我当时送各位一次 然后呢最近这一次在5月5号也送给大家一次我送大概这是第3次吧第2次那个地方 我就不多讲了 最近这次在5月5号 5月5号拉回过程里面我跟各位讲说特别注意 这个 又有机会来了 请你好好把握住 对吧 至少你要做短线加差其实这个涨停板然后这个再冲上去 有没有机会 都可以赚钱吗你就在这边没有走 这边涨停板可不可以走一样可以走吗 所以要说短的话我跟各位讲还是有机会吗 那做长线更不用讲嘛 这边买进的这边这个波段上来 是不是都赚钱 我讲你按照我指定做这样股票你不会赔到钱 我们就是要找这一种股票 就算盘不好 对不对就算整个大盘的情况是第2季先跌然后第3季才会涨 但是我们的股票有没有办法先领先 一定有 现阶段为什么我认为说指数不太容易会涨的原因 很简单嘛因为 整个三王的股价 可能都不太容易会动 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 现在股价 有没有什么利多 今天传出来就说 这个有一些 AI晶片的集单 可是对股价来讲说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利多反应 没有 为什么因为整体他第2季 整个营运状况是看什么看季减6.7%吗 那你4月份的这整个 营收是月增的 对不对4月份营收月增 看起来好像是好消息但是 他法说是内容是讲说第2季会季减6.7% 等于说你4月是月增 那等于是什么5月6月搞不好会更惨 所以买盘都已经一定会所谓呈现一个观望状态 再加上 整个台积电现在三奈米有杂音 因为三奈米的部分 报价这个实在是有点过高 现在这整个三奈米一片晶圆可能要到 2万美元 2万美元的话 相对的贵 所以很多厂商现在呢除了苹果之外 包括 超微 包括这个 其他的这些这些厂商来讲的话 他都会怎么样 都会呈现一个观望的态度 就说我到底有没有必要用到这些东西 那这些厂商在观望的同时呢 这个三星又很积极 三星 他怎么样砍价 以前台积电贵没关系嘛我砍价 我卖便宜一点看你要不要 好会 所以原本高通的这个订单是要给 台积电嘛 对不对后来想一想算了还是怎么样有可能要分开 就分两家 原本全部给台积电但是现在可能又分出来 要给三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情况之下他就会让台积电 在整个三奈米制程上 目前出现杂音 原先 卫泽家讲什么 他认为三奈米的需求是 供不应求 很多厂商抢着要 那你现在因为这个报价过高 还有三星 砍价 抢单的情况之下 这个 就 会有一些 疑虑出现 所以如果到了第3季 他的 需求并没有像 卫泽家所讲的那么好的话 台积电第3季的状况 是不是不太理想 所以这个是市场目前呢 提出了一些疑虑 在这个疑虑之下 他不会贸然的 去 大力买进台积电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 爱马仕的基金 经理人要把台积电卖掉的原因 而且他还放话说台积电再跌10到 15%他才愿意买嘛 对不对 就说他目前 看台积电未来展望其实 并没有那么好 再加上整个台海的 这个紧张局势喔 所以第2季来讲台积电 他很难去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大涨 大不了就是怎么样守在这个区间 好 守在这个区间 守在这个缺口之上就是怎么样就是 80分的啦 好就80分就表现很不错了 懂我意思吗 你要让他去涨喔 要让他考100分喔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啦因为题目太难了 好这个这不是台积电他现在可以解出来的个答案 所以台积电不太容易涨的情况之下你说要指数第2季涨到哪里去 很困难 所以他必须要先蹲嘛然后再你看联发科 联发科 这股价 短线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利基往上走 很难因为 他的 4月份的营收 出来 比市场预估的还要再少了一成 对不对那现在看第2季的这整个 营运的状况他预估是季减24% 所以第2季也不会什么好的消息 那你会说这个OPPO暂停的自研晶片对联发科来讲应该会是利多 表面上看起来会是利多 为什么 因为OPPO占联发科的这个 营收占比是15% 好所以 OPPO停止自研晶片对联发科来讲 绝对是好事情 因为代表说OPPO我现在不自研发了 那未来订单还是怎么样交给了联发科交给了高通 所以联发科营运上来讲会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我们要探讨就是说 OPPO他为什么去暂停自研晶片 原因是什么 这是应该更深层的意涵 他看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经济以及手机市场未来的发展性 不是很好 所以你现在对联发科来讲的话 联发科整个 手机的营收 大概占了快五成 那如果未来整个手机市场是看不好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OPPO暂停自研晶片这个事情 对联发科来讲的话 短线是利多 可是跟深层的意义什么 是整个手机市场一蹶不振 所以联发科未来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堪忧 所以第二季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利多所以短线联发科 这边为什么不跌因为先跌了嘛 所以现在股价就将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看 他的一个反压会是在什么会是在半年线的位置 在半年线这个地方 大概700块出头 那短线的支撑呢 这个是第一道支撑 大概在 这只脚的低点是在638左右 第二支撑看621 所以 预期了第二季应该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上下横盘震荡 很少会有机会去往700做个突破 那就要看到慢慢靠近第3季之后才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边来讲他有一个主体 所以联发科不动 台积电不动 指数要怎么动 这是很困难 然后另外我们看 红海的部分 红海 他的第一季的这整个季报上来看的话 是呈现 季检跟年检 为什么因为他认列了这个投资夏普的一个亏损 那夏普的亏损原因主要是借工厂的问题吗 那夏普去认列的借工厂的这个面板投资的设备 做个资产减损 这个大概赔了1800多亿日元 所以等于说红海 你要负担500多亿日元 所以折了下来大概就赔了 大概170几 173亿台币 所以对红海的EPS来讲一定会有些冲击 可是这个东西他是一次性的认列 等于说我现在我认列了 你说你下一季还有没有这个资产减损的认列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业界目前解读应该是短线的一个利空 主要看什么看红海本业 本业目前第1季看起来是酸绿酸生 然后再加上第2季呢 第3季开始他可能育融的 这个 电动车代工订单可能就会来了 就会贡献营收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应该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机会 开始去做一个反应 但是红海目前最大的问题 他在电动车区块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说我做电动车投资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你如果要赶快回本的话 那等于说我要达到经济规模化嘛 车子卖的出去嘛 可是现在呢 他这些通路来讲的话你看像 北美的Fisk 以及这个 Loston的部分都出现问题 为什么因为销量 不是很好 那红海 投资那么多成本 那要怎么做回收很难 为什么因为通路 车子销售卖不动 所以他很难去 卖车卖这个代工来赚到钱去回收资金嘛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会陷入一些难题 所以为什么红海最近一直在并购很多的这个车用领主件 他就是希望可以达到所谓的经济 规模生产 生产 经济规模化 规模化之后成本就变低了嘛 变低了之后我就有条件去跟大厂 谈代工嘛 如果你成本还是很高 那大厂会觉得我自己投资 我自己来做就好了对不对 那 像特斯拉跟比亚迪他根本不可能会去找红海做代工 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嘛 所以他只能够锁定其他家的这个大型车厂 大型车厂他会评估 如果你成本过高他要不要投资他绝对不会投资 绝对不会找你代工 除非你可以把代工价格再压低甚至砍半 他就有兴趣了 所以现在红海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并购并购不断并购 然后把整个汽车领主件的一个成本给他压得更低 更低之后他就有条件去谈 这是他目前遇到的瓶颈 他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未来你看到红海 并购的这个越来越多成本要越来越低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接到大厂订单 对股价后市来讲就会有机会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啦他是怎么样 他要大涨也很难 就是刚刚我讲的电动车生产瓶颈的问题 但是你说要大跌其实也蛮困难的啊 那我就个人认为如果破500 就可以减了 破500就可以减了 所以第2季这些股票都不太会涨 三王都不涨的情况之下 那指数会涨到哪里去 根本不可能涨到哪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要指数涨去买股票根本不可能 你现在能做什么 去筛选政策面有关的股票 然后呢 是第2季到第3季会发酵的个股 那我跟各位讲 政策除了电力之外生机概念股最近波动也很大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生机概念股里面有一些个股应该还是会有机会 所以生机的标股的注意这家公司 因为生机这个区块来讲他是 唯一一个不受大盘影响 对不对 那 第2季财报 我个人认为会暴震 因为他有一件事情 他 有做了一件事情会让第2季财报做暴震 所以如果第2季财报暴震 再加上这整个产品需求是不断增加的话 那我想这家公司在 今年的 第2季到第3季 他就是什么 就是一档超级转机股 那目前股价来讲的话 刚刚开始往上变高 他还有机会 所以要趁的就是说盘是在干扰在震荡的时候呢 进场做个布局 这一档皇家武士 欢迎大家看到节目的都打那进来 好不好 这个盘整理过后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股票会标出来 所以你要去注意什么这种特殊的股票 懂我意思吗 不要去奢望指数涨 指数现阶段就是不会涨 你要奢望的是盘面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股票 他会异军突起 我告诉各位就是这一家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5月15号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股票 皇家武士 打带进来这两股票 直接送给各位 全民抗掌大作战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的负担 帮助您快乐的赚钱 抗掌专线02 85113366 抗掌专线02 85113366 顶顶头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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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再会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这个行情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第二季他很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 你要看指数去做股票 我讲了你很难动作 因为第二季目前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啦 他如果不太会涨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慢慢的会测 去测这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如果测到之后呢 他可能就是整个 今年一个新的一个低点 因为第三季目前普遍看起来 会做产业上的复苏 所以第二季应该就是主抵阶段 第二季抵出来之后呢 很多股票他就有机会 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个往上攻击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做股票 我讲了 可能要到六月底 如果你比较保守一点的话 你就是六月底之后再看 但是如果你是每天不做股票 会受不了的人 那你要怎么样 你就要选到一些 比较特殊题材的股票 他比较会有机会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方向 在整个生计标股的部分 应该会有一些股票 会不受大盘的影响 所以这家公司呢 请你务必好好掌握 皇家武士 接下来会爆炸式的噴出 把电话拨通 这辆股票直接送给各位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